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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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防疫大概有兩個邏輯思考 第一個是邊境組合 這是不讓外面的進來 第一個是內部控制 邊境組合跟內部控制 今天的防疫管制的邏輯是這樣 如果要出現的時候 不同程度,我們都給不同程度的防疫措施 目前是地球村,其實世界各國還相當嚴重 所以除非我們原格的完全鎖國 他才有定律跑進來 台灣是不釋放的,還是會出現像韓國一下就跳到上萬 所以我們要應付的就是說 這種不預期突然出現很多的時候 當然這樣,不同的定律數,不同的管制程度,不同的範圍 我也贊成說,但什麼工程演習就不用 但是那種計畫書要寫好,擺在桌上 遇到不同的情況就有 那引用那個李光彭講的18關的劇本要寫好 問一下,就是疫情啊 這個兵推有沒有跟CDC申請有些溝通 然後今天呢有沒有邀請過陳時中來參加 是,我們之前都有跟中央機關開過很多次的會 然後消防局也開過中央的會 農委會、交通部、經濟部 那我們應該是有去邀請,他們的時間有限 我們邀請過張上辰,主委官也邀請過陳部長 但是他們今天有事 今天中央的西多部會都有拍代表來參加 正面公安的問題,像昨天有郝樂迪被查出來 那有外界就呼籲家屬應該要集體控告北市府 北市府這邊有什麼因應措施要來免於這個急需訴訟 我們要成立一個專案小組,把鄭東找來 針對這些查核,過去這種查核到底有沒有缺失 然後我們要連政委員會 所以我們先鎮豐跟專案小組查完以後 會再找外部的,再來集查說 這個查核是不是公平是不是有效 我倒覺得這樣 我相信台北市的公務員還是選擇最優秀 我也認為說相對其他縣市 台北市的performance就表示平常的這種作業應該還是最好 但是其實是這樣 我們也不是一百分,一定有缺點 我們也承認我們有缺點的存在 再去把它改正就好 不過昨天在議會就講清楚 如果過去二十次,二十次檢查都對 那你這次給他檢查六個,竟然四個他都已經聽了 就表示你這個檢查是不是有問題 對不對 當然我不認為說什麼人為的弊端 常常就是那種系統不好用 沒有就是no-debative,沒有效 我倒覺得這樣,以我的個性 我們就該檢討就檢討 所以我們也要調查完以後 該清楚的要清楚 市長說會檢討改進,活在這個舒適的部分 可不可以請市長具體的說明說 會檢討改進哪些地方 那檢討多了 先講 第一個 我覺得是這樣 我們作為一個執政者 你不要 我是非常反對少女無隱動 就是說 我們就真的調查清楚,該處理再處理 我們這個剛才講過 如果前面二十次檢查,二十次都合格 那現在再檢查一次 六家有四家被熱靈停業 就表示人家檢查是不是有問題 其實我大概知道為什麼 動態違規 第一個現在抓到他違規 我們現在動態違規 抓到,竟然沒有法子 他叫限期改善 廢話他限期改善 你下次來他一定全部好的 所以那個為什麼會出現說 那什麼警報器、沙水器 你來檢查他都好的 你走他如果全部關掉根本沒辦法 那你再給他突擊檢查,抓到 竟然沒有法子 只有限期改善 當然我們這次是用另外 走另外條路給他先熱靈停業 不過那個不是常態 所以表示說法律該修 這是我們政治規則該修 很多還是要修 因為市長昨天提到練台生這件事情 那您是說你四年前曾經兩次跟他吃飯 那總統是比你多次嗎 然後這個狀況要先請示範會 關於那個小英吃飯那個問題 所以說我最近一直在思考問題 我們台灣這種假新聞 24小時不曾經就變正確 坦白講你要去問李明顯 我從柯文哲一年內去練統他家吃飯 你這是聽誰講的 那你消息誰跟你講 坦白講現在問他在講不太不敢講 所以情財空空 然後我看到報紙 我昨天去議會 我在馬路上就議到李明顯 我就跟他講說 你怎麼亂寫 其實我跟他也沒有什麼交惡 私下見面來說也開玩笑會聊天 我問他說你是要寫小英 寫錯心講到寫柯文哲是不是 故事就是這樣 講完了 但是傳傳傳傳到 變成柯文哲在講 小英是怎麼跟前台人吃飯 這就是穿鑿骨灰 然後我昨天看過那個網路上 一事無盈豐勇而上 那就是 打人家消息就這樣 你不用了 那為什麼在聊天的時候 您要去提小英 您可以不要去講小英的名字 我們有其他問題嗎 這條 可是我們常常 動題吸題 總會提到一個我們都認識的人